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学好久好久不见了 这后半段我选了两个题目 一个是赏金 另外一个是白海豚的事情 好 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带各位去赏金 我们去旅游一下吧 来看看影片 首先我们带你们去纽西兰 玩一玩 纽西兰去那边步调很慢 想要慢活人真的要去纽西兰 所以他的影片步调也挺慢的 希望你们不会睡着 纽西兰大家知道有南岛跟北岛 其实他的赏金据点好几个 北边南边都有 最有名的是在南岛 记得北岛南岛南岛的东边的正中央 其实他们东边跟我们东部有一点像 水很深 最常见的就是这一种 这什么金呢 没关系声音他会再出 A whale of a tail 在纽西兰最有名的就是去赏这种金 他一年全年都在那个地方 他们的研究也做得非常非常的深入 每一支一出现那个解说员就可以告诉你他的生态习性 甚至运气好的话还碰到他告诉你他是谁 好 答案我就先讲抹香金 抹香金 那么纽西兰的东边 就是要不要正中央突出来这个地方 是一个小岛这样出去当一小块 人家以前说是迷路才会走到这个地方 走路走到迷路才会到这个一个小小的地方 就这边小小的一个村庄 因为东部的永生流这样涌上来带入很多营养 所以造成很丰富的海洋生态练 这家凯库拉凯库拉 所以有整个海洋生态这个食物链很丰富 所以支持了很多的小生物鱼啊 然后这个海狮海豹 Kryl 凌虾就像这样粉红色的小小的凌虾 这种叫做Dusky Dolphin 暗色斑纹海豚 天生就很爱跳并不是经过训练 所以各位去看这边的话 最重要就是这常见的这两种Dusky Dolphin 好 大家看到抹香金 喷气孔在左前方往前45度斜上去 它在海面上通常大概10分钟 你看一看 然后它就潜下去到2000公尺地方去吃一单一两个钟头 所以说这是要寻找它这个大学问 你看这小村庄非常非常小 它主要是一条街 就这条街 每一年有将近百万以上的外国游客到这个地方 有人坐飞机从上面赏金 你从基督城坐车过去还要两个多钟头 它几乎百分之百会看到这个金鱼 你没看到它会给你一张不要钱票 你再来 这是一个它旧的火车站 重新改建变成赏金的一个公司的据点 这已经很久了 他们现在做得更棒了 最近才一年多前才刚去的 早期就用这种小游铁 每一次载的客人大概十个以下 后来生意越来越好 船越做越大 现在一船可以坐五六十个人都没问题 Kaikola has a resident population of bachelor male sperm whales which feed on giant squid beneath the waves whale watch drivers have learned with the aid of hydrophones underwater microphones to predict where they'll serve 他们用水下的声学探测器 就是录音机 去听他的声音 去找他们在哪里 everybody aboard their safe inflatable craft share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well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before you see them in the on film and in the zoo but it's not the same see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look at the baby in the background I can't believe what I'm saying it'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I thought yes it really helps you it's great yes let's all dance I won't forget this experience in my life thank you 听他的口音有没有很熟悉啊 好这是这一段纽西兰的给大家欣赏 小A我们去看看西雅图这个地方 小A我们去看看西雅图这个地方 这个保育的队伍 他们非常关心他们当地的这些鸡鱼 或海豚的一些生态状况啊 然后有没有受到一些冲击 好你可以看到他们每当看到的时候 都会帮忙做记录时间地点 GPS位置还有照相 然后这些珍贵的资料带回来以后 给科学家就会整理出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生态的资料 这一支是公的吧还记得吗 你看背起直角形非常棒 你可以看到每一支他们的照相 然后回来放大把他的背起建成一个档案 他们那一照片回去呢 就可以研究出他的社会架构 社会组织 他的族群量是不是增加减少 那甚至后来跟科学家合作 还可以测他们体内 有没有受到一些污染物的累积 状况如何 好其实各位有兴趣上网呢 可以去查一下 你就打赏金 世界各地像加州啊 不同的国家都有 我们看第三个 看看我们台湾 差不多六七年前 我在京城协会任理事长的时候制作的一个 台东最有名的就是鲑鱼 抓很多的鲑鱼 所以他们的成功鱼市场 常常抓到非常多的大鱼在这边 好简单的看呢 带了各位去赏金 那现在 新潮的这个硬体越做越好 船越来越漂亮 所以各位有机会呢 真的是可以去试试看 我顺便问一下今天来现场的 有去赏金过的举手 1 2 3 4 5 6位 真的不多 看来还是有潜在市场 那大家这里五六位里面是在台湾 我问好是在外国赏金的举手 没有都在台湾 那我就不多讲了 台湾你看看人家那个 Vancouver Island温哥华那边的船长 那边的人 对于他赖以生存的这些鲑鱼 他是多么的热爱 好像他家人一样 花很多精神研究 虽然他不是科学家 可他会收集一手的资料 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去赏金 就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们的赏金船 这些船长啊 这些船家 他是用什么心态来做这件事 可能还是以做生意为主吧 只有少数几家 他的保育很好 所以这也是老师奋斗了一辈子 做的不是很成功的地方 最早的时候 我想杨老师可能没有介绍到说 赏金 不是金屯保育开始 是怎么开始的 台湾人以前很早很早就开始 注重金屯保育吗 有没有人知道 金屯保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990年 1990年 老师那时候 1989年拿博士学位回台大 然后台大 我以前在美国呢 还有我硕士的时候研究镊齿类 知道什么叫镊齿类吗 知道啊 有人知道 我硕士在台湾研究台湾的松鼠 看松鼠很可爱 我就很想知道他一天怎么过日子 去了美国念书呢 要追松鼠要花很多时间 要去野外没钱啊 那我就做了鼠类真正的老鼠 把老鼠看他这样非常聪明 我想知道老鼠为什么经过了这么这么 他活下来起码几十万年 为什么都没有被人类毒死啊 人类的大概有两三万年了 然后 然后人类发明很多的毒药 我的指导教授我有两位 其中一位就是专门制作各种毒老鼠的药 然后经过药厂啊 怎么样去测试啊什么的 然后 那个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一到什么快过年干嘛的 就会里长发一些毒药 然后你就放一放放一放 鬼阵就闻到你家里臭的药石 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 然后老鼠违患是严重的 那么 换个角度说他为什么都没有被毒死呢 就可能他在他的生命的过程中选择食物是有技巧的 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 所以他不会被毒死 所以从那里面喜欢以后 就很喜欢一些聪明的动物 所以1989年毕业回到台湾 就在寻找我要研究的项目 那时候台湾开始有好多教授也回来了 我们有位李教授 是我的学姐或学妹都可以 然后他就研究我路上哺乳动物 那另外别的地方也有一些哺乳动物 那我想说路上好几位教授了 所以这时候呢 什么地方没有人坐呢 我也不知道就去开了这个会 这个会就在1990年 澎湖沙港渔村 那么 台湾的人靠海吃海 所以这个沙港这边的渔民 每年冬天的时候 很多鸡群就经过这个澎湖 一大群跟着渔过来了 那当然你想想看那边的村民呢 为了生活就呼朋引伴 大家这海豚来了 鱼来了赶快出去 他们就去追去抓 所以说那时候就在澎湖沙港这个地方呢 赶了一大群进他们的沙港的沙港的湾进去 就屠杀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那一年来做 已经做很多年了 但是呢 被国际的一个NGO地球信任组织 追踪了很多年 那一年派了四位 四位会员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台湾人非常的热情 看到这些外来的外国朋友啊 来了好不容易来来来 请你喝茶 请你这个看看 今天有好玩的事情 我们要杀海豚 你要不要看啊 他们就去了 就给让他们拍照啊录影啊 然后就在国际一播放 当然就造成了国际的舆论 就是哇台湾人这么野蛮 你如果在欧美国家这个呆过都知道 他们非常重视海洋哺乳动物 包括鲸豚 包括刚刚影片的像海狮海豹 他们的保育 是在国际上开发国家非常非常重视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在那边吵 这怎么台湾这样子呢 国际的版面也在骂 那时候台湾的经济非常的好 比现在很 我觉得好很多 所以这时候国际的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美国还放出这个赔利修正案 在做我们念法律的 知道什么叫赔利修正案吗 没有啊 为什么我们政府一看到这就吓到了 赔利修正案的意思在国际上面 比如说美国 它会限制某些国家进口 它国家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台湾的珊瑚啊 或者渔产啊 这跟还有关的 所有的这些货品呢 要外销到美国的时候 如果你的国内有一些对某些保育 保育的工作没有做好 我就 我就这个施行赔利修正案 那么你就不能够进口这些东西 所以台湾的外汇就会损失 所以这时候政府就紧张了 那当时在吵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就会召开产官学的会议 也有问题产官学都去开 老师那时候刚刚回来是年轻的 年轻的老师就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坐那边 第一个问题那就问在场问台湾有金屯哦 有几种啊 没有人可以回答 只有一位老先生已经退休 水产事业说 哦 早期他收集的一些骨壳 就举手他的报告呢 已经就是十几年前的 第二个 族群量怎么样 当然不知道 第三个 回忆路线怎么样 也没人知道 就渔民就自己说 冬天啊 往这里走 往那里走 所以我就坐在那里想 在国际上这么重要的一种生物 我身为台大动物系的成员 居然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人教 我现在当老师还没有人教吗 所以我就跳海了 OK 就从刚刚老师喜欢的可爱的松鼠 还有那老鼠也可爱 看那亮亮的眼睛聪明的要命 然后我就决定跳海 转过来了就跳海 没想到一跳才知道海有那么深 海洋的研究真的不是开玩笑 表示陆域的经费跟时间跟体力 都是十倍起掉 那也因为这些这些热心的 国际保育人士这样吵 国内国外的舆论 那时候的报纸呢 整篇都是报导啊 这个屠杀海豚啊 保育啊这些事情 那么就在这一年前一年呢 也是国内在吹野生动物保育的风气 我以前的指导教授呢 林耀松老师 跟他的这些其他的同界的那些 老师们朋友 第一次教授们 教授们为了野生动物走上街头 那时候走上街头大事 不像现在一天到晚就有抗争示威 现在这样家常便饭 以前是很少的 而且又是教授这样出去 所以就在1989年 在前一年呢 前一年就通过了野生动物保育法 OK 就在这个前一年 那么通过的时候没有人研究鲸豚 也不知道台湾有鲸豚 所以就在第二年就这一年发生这事件的时候呢 赶快把鲸又不知道有什么种类 所以就用木金木两个字列上去 列为所有都是保育类动物 所以从那里开始 那么待会我们有空呢 可以看一下一部影片介绍当时这个事件 那么关于研究与保育的历程呢 就是1990年是一个重要的关卡 希望同学们能记得1990年 那么有时候我们考试都会考 但是现在已经到下学期不用考了 那么要开始研究 怎么研究呢 我那时候没有人也没有钱 怎么办呢 后来听说了 很多渔民有时候会看到 所以前面两年就找了另外两位教授 海洋大学跟中山大学的教授 找他们的学生一起合作 就把台湾分了 每个人分几个渔港 利用两年走了一圈 做了一个普查 就拿了这个图片给渔民看 没有看过这个啊 有没有看过那个啊 渔民有时候懒得理你 有时候喝醉了随便指一指 除非有时候他性质来潮 跟你说这种 那肚子哪一块肉很好吃啊怎么样 然后这个讲的带是真的 那随便指指就不太对啊 所以各位同学 当你用问卷的方式 所以我常常对社会科学的人很敬佩 也有时候会质疑 你都用问的 人家说的是真的假的啊 那我们做自然科学的 最重要就是要证据 对不对 那证据就是要看到它 要标本 所以呢就听说有搁浅啊 所以1994年 我就听到有人搁浅 我就赶快冲到海边去 带着我学生助理就去 收集标本去解剖 因为我要研究不能像老鼠一样 去野外抓 老鼠抓几只也没人管 这个抓了一只 哇就是渲染大波 而且自己也不忍心说 为了我要研究去抓他 就等着割浅 用被动式的 那么这个割浅就是从那里开始 我想最后一周 这个杨伟辰老师会介绍 他当时就是我的学生 在这个之后好几年 他来上我的课 现在终于出师了 然后这个做了割浅以后 又想不对啊 割浅收集标本 它是不是海上漂流 垃圾漂过来的呢 还是真的在那儿 哇这下就真的要出海了 那出海就不是开玩笑啊 这个租船非常非常贵 人也要很多 所以我们等了好几年 终于有一点点钱出探 那出探从这个时候 1996年的时候 受到了一些人的捐款 我们整个就只有30万块钱 一个暑假 暑假这样去调查 就发现到这个 这个就是97年的调查 出探是这次我们开研讨会 开研讨会呢 带了外宾呢 从花莲出去看了很多 97年那就正式开始 做了一个暑假的调查 发现证明了花莲 真的是有很多的金屯 然后开始陆续一些事情 后面又推百海豚 我就不多讲 那么所以97年呢 97年呢 我们这个展开调查 同时呢 赏金旅游开航 这是一个重要的年 在赏金 台湾90年开始保育 97年开始第一艘赏金船 那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同时有兴趣 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海上调查 因为你要做赏金 要知道什么地方 有什么种类啊 在哪里出现啊 这才能够去推动这个活动 这个就是1996年呢 我们初步的调查 各位看看啊 在这个花莲 我们出去呢 30趟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点点点 就是看到金屯的位置 所以真的是非常丰富 30趟看到这么多 中间只有3趟没有看到 发现率90% 这个应该在前一年 办这个研讨会 办研讨会之后呢 带着这些外宾在无花莲出海 出海了一趟 看到了几百只次 只次的金屯 大家非常兴奋 所以97年以后呢 我们就有一些 简单的一点点经费 开始调查 那么台湾的这个岛呢 各位可以看 把海水抽干以后 东海岸跟西海岸 它的这个差异蛮大 东海岸很快就这样 一个斜坡非常陡就下去了 一下就两三千公尺水深 那西海岸就很浅 所以各位 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东西海岸的 不管是人文风景呢 连海里的生物呢 都差异很大的 在东边呢 就有点像我们刚介绍的 纽西兰是这样一个斜坡下去 永生流这样冲上来 所以食物呢 很丰富 而且呢也在这很多生物的回游路线上面 所以东海岸呢 这个斜坡上 这个金屯呢 多样性高 我们运气也非常好 非常贴着我们的路面 所以各位开船呢 坐船出去一二十分钟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凯库啦 或者我以前去西雅图的时候 一开船都开两个小时到外面去 才可以看到金屯 那比较辛苦 那么西海岸呢 很浅 因为它特殊的金屯 以前上课有介绍过 第一个重要的就白海豚 第二个江豚 这就是西海岸非常重要种类 现在也是面临很多的冲击 下一次我会再介绍 OK 所以说整个来看 我们在东海岸呢 因为靠着海上调查 这么多年靠着搁浅 总共收集的种类加起来呢 也有31种 海上呢也看到23种 常见的呢 有5种或者是7、8种 那么虽然我们知道有这么的金屯 大家有感觉到我们要保护它 但是保育法通过中央一纸命令 其实地方都不知道 传统的文化也很不容易改变 就算是现在 各位如果长得老粗一点 去这个海边 搅一搅槟榔啊 什么跟他说要吃嗨地吧 搞不好你还吃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有时候有走私的这些金屯肉啊 就被他们藏起来啊 这个 我们当时还要做坏人 检察官叫我们去帮忙鉴定 是不是金屯类啊 像这个不是垃圾桶啊 这一包一包里面都是金屯肉 那时候还有帮他们做DNA鉴定 鉴定是什么种类 这这么多的头 所以看了很难过 所以老师当时觉得说 这个传统文化要转变蛮难 渔民又很恨他们 渔民一说 我出去看到他们鸡的东西啊 我抓的鱼就被他们破坏了 破坏我的生计 所以我就很很单纯的说 那是不是做嗓金可以让他们 看到金屯不再是讨厌鬼 而是摇钱树 哇这叫他们眼睛就亮啦 我想的很单纯 我先在澎湖讲 澎湖的渔民每看到我都觉得这很神经病 为什么 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 可是很好啊 有钱赚啊 换另外赚赚钱方法 为什么不好呢 我现在懂了 各位 澎湖的海豚是冬天才来的 比较多 那请问澎湖的冬天各位想去玩吗 风大的要命 所以我后来知道 那么花莲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展 当时要感谢廖宏基 我们听过的文学作家 他在那边他是文学家 那也喜欢出海 所以他当时 我也透过一个中间的朋友 他介绍说 老师你就来这边绝对看得到 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我心里很紧张 外国兵这么多 那花钱 当时我也很感谢 我也没钱 这个观光局借了一艘船 水产试验所更借了一艘大船 载了两批客人出去 浩浩荡荡 我因为快要生小孩了 所以就站在路上 全部都好拜拜 结果每个人回来 嘴巴裂得好大 好开心 看了很多 所以 所以那时候就这样走过来了 知道新的定下来 知道东海岸非常丰富 可是又看这些渔民 要宰杀他们 要去卖这个黑市的肉 又看到 刘刺网 我们东部各位刚刚讲的 鮪鱼像成功鱼港 石梯这些地方 他们都常常有时候出去放刘刺网 因为技术发达越放越长 不知道杨老师有没有介绍 宫海刘刺网可以长到几公里 知道吗 五六十公里 可以从这里开到哪里 桃园差不多了吧 在海上一张这么长 那刘刺网在海里面是飘飘飘看不清楚的 对不对 你鱼为什么叫刺 不是它上面有刺 而是它那个网目一格一格 刚刚鱼这样游的时候 头过去的时候就卡在上面 所以当网子拉回来一条条鱼就卡在上面 好像刺在上面 叫刘刺网 那刘刺网不行是抓到鱼呢 这海豚跟着上来也被缠在上面 所以就看到就蛮痛心 就是说这个鲸豚因为人类主动要抓它 或者因为不小心误补的意思 by catch 不小心抓 那这些呢 这些损伤 你看这只白海豚上网 嘴巴都是网子横 有没有看到这一家只姜豚 大大小小的一家五只有多上去了 哎呀好看了就心痛 那还有呢 除了刘刺网以外 还有这叫岩绳 岩绳就是这样 绳子出去呢 钩子这样一个一个 钩子 然后用一些耳 这些等到这个 这个耳都很好吃啊 海豚来了 或是鲸豚来了 经过之后 哇 这个就咬上去以后就被勾住了 被勾住了 那么像黑尾大家知道吗 黑尾就是每年的 五六月 就差不多快到了 现在五月了 对不对 五月的时候 五六月会经过 我们这个附近 这个海峡 那么这时候 大家就非常兴奋 因为抓到这样一条啊 在那边 这一条可以卖多少钱 猜猜看 黑尾鱼 黑尾鱼一条 一百万 差不多先一百万 十年前那时候 阿扁总统去叫卖一百万 当时的批发价一支就三四十万 那现在呢 现在越来越贵百万 那鱼鱼如果是你呢 一抓到一条你就兴奋死了 就是月入就收入百万了 对不对 小孩子学费啦 什么什么生活费都有了 可是那一次你可以看到那时候呢 鱼鱼呢 在作业的时候 哇 延伸钓一个钓 钓得正高兴了 等到拿上来 哇 是个头 看到没有 要是你是那鱼鱼你会气死啊 挂了一个头 海豚过来了 下面吃吃好吃吃完头 给你拜拜 对不对 海豚很聪明 然后你就看到这里 他就收集了六个头 鱼鱼就在那边抗议 说鲸鱼吞掉了我的黑尾 鱼鱼就说怎么可以保育 要杀 我看了也是蛮难过 后来我就灵机一动 因为这黑尾不是天天都有 就是那一阵子有 所以我就叫我的学生去查 查了那一阵子两个月呢 总共抓了多少只黑尾 然后虽然说你一只只算 假设一只一百万 六只就六百万不见了 但是你总共被损失了多少条 做出一个比例 各位猜猜看 被海豚咬了的这个支数呢 跟它全部收获的支数呢 占多少 一成不是一趴 十趴 十趴听起来蛮多 可是我又回头问你一下 请问谁才是海里的原住民 是人类吗 所以表示以前就是海里的一个生态系 它来的鸡豚就是下面的上 一直吃上去对不对 那些人类进去以后 好像是我们在抢他的这些食物 ok 所以呢 如果说留了一成他们吃 人类吃了九成 其实已经 已经不错了 只是说我们过去没有这种观念 没有这种教育 所以每个渔民觉得 看到他抓他 这就是我的 一条一百万都是我的钱 怎么回事精神一出现 害我损失百万 各位同学 你这样子的话你还爱海豚吗 蛮难的 所以说怎么样让这个保育跟经济双赢呢 所以我当时很 刚开始傻傻的就说赏金 是不是有可能 让渔民呢 不要认为海豚很讨厌 带人家去看 让人家看 每看一次就收钱 看一次收钱 是不是能够让保育跟经济能够双赢 在国际上 whale watching 这个whale可以扩大解释所有的 鲸鱼大型的鲸 小型的鲸叫海豚 因为曾经我老师也被人家垫 那骗人 周老师骗人到东海根本没看到鲸鱼嘛 都是海豚 所以是可以放大 那么在香港呢 他们主要是看白海豚 因为他们大概就只那种跟江豚 所以呢叫dolphin watching 那有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字cetacian watching 这个字呢比较专业一点 有些人也看了还不懂 所以大概给各位看看有这些英文字 那我们时间就休息个五分钟再继续 1990年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 有外国的西方的观点 也有我们这个台湾本土人 尤其住在澎湖的这人的观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东西文化在那边的冲突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老师傻傻的就一直跑澎湖 想要去看看海豚 想要希望能够推动当地的人 能够发展赏金 这就是当时我的一个很单纯 很天真的一个想法 不过后来在做的过程发现了 哎真的有呢 在国际上 这个行业赏金不是一个很传统很旧的行业 而是其实也蛮新的 一直到1955年 在美国的加州 他们的会议金呢 每年固定会回游啊 夏天就到阿拉斯加 冬天又到南边来升职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Graywell的时候 当初一开始人家说 一块钱一块钱 谁要看金鱼的我带你去 所以就这样开始 但早期呢成长得很慢 1980年代 那时候就开始快速的成长 那我也很久没有再去查了 再看看2001年这个 Eric Hoyet 全世界目前赏金的专家 那时候是非常鼎盛时期 他就做了一个全世界的普查 去每个国家都问 你们有没有赏金呢 有多少游客啦 做这些很不容易 他统计了以后就是 至少呢当时有87个国家呢 然后每一年 因为赏金赚的钱呢 是1 billion dollars 相当的多 多到钱我已经不会算了 所以表示哎这个也会赚钱的 大家来看看这是一只灰金 灰金 头上很多的这个藤壶 你可以看到 他跟游客可以靠那么近 人在船上 在早年 普京的时候 灰金要看到这些船来 就是哇可怕的 他非常生气 你要抓他 他尾巴一拍 你可以把他的船弄翻啊 也很凶悍 所以那时候的人呢 称灰金叫什么名字 记不记得 叫他Devil Fish 说他们是魔鬼鱼 因为很凶悍 看了又那么丑 又那么凶 但是人类不再抓他之后 你发在赏金 你要看他 他也很好奇 靠过来 另外有一张图片 是没有藤壶的 实际上没有藤壶 这很年轻的 年轻的孩子呢 都很好奇啊 那个人真的他就 人要碰他 他还过来给你摸呢 真的有一张照片就摸到了 但是我们做保育的人士 不鼓励大家要去摸这野生动物 因为你不知道你手上是不是有带Covid-19 对不对 摸了他被害死他 所以说不同世界还是小心接触 这张图也是比较旧 不过给各位看的主要就是1955年 从这时候开始赏金 这边是他的总收入 你可以看到前面10年20年30年成长的很慢 到90年代就是1990开始是往上冲 后面不是没有了 一直往上冲 这资料没有在连续 所以可以看到 那我就很兴奋了 说哎呀有这件事情呢 那现在全球的赏金据点也相当的多 这边加起来都几十个 28起码有30几个都有 台湾在哪台湾在这里 那时候后来也太小了没有画上去 所以各位如果要喜欢赏金 就看到这个图去哪里自己可以走一走 好那么台湾1997年赏金开拔 大家看看1997年就在花莲的10T 去过10T的举手 你去过了怎么样喜欢哪里啊 没有印象 你很小的时候去是吧 感觉差不多 感觉差不多呀 漂亮 哦 东海岸都很漂亮这也是没有错啦 各位如果去了花莲以后 往南走沿的海边开车或坐公共汽车 慢慢的不要太赶 要很悠哉要慢活 从那里一直到台东 台东的这个成功渔港这一段 其实是蛮美的 当时那个Eric Hoyt我请他来台湾 他也说他愿意在那边 待一个礼拜去玩 带了很多的外宾去 那这时候刚开始开航的时候呢 哎 大家都很战战兢兢 没想到一炮而红 因为那时候金屯常常搁浅 老师做研究的时候也很幸运看到虎金 上了头版 所以大家很多民众说台湾真的有吗 周教授不是乱讲 都很好奇 所以那时候赏金传票一张1500 各位同学 二十几年呢 1500现在大吧 然后大家用抢的 订不到票 所以实体一开就哇生意好的要命 然后别的人也眼红 所以那时候就赶快的在一年多 半年一年之间到处都说要赏金了 那时候他一天出去呢 大概两到三趟 每一趟大概二到三小时 后来生意好 甚至夸到四趟 每一趟都说减便两小时 那发现率呢 这就是花莲的十几港 你到那边去的以后 不要车子坐了就走啊 停下来 走到这个海港去走一圈 他的傍晚最美 各位呢 甚至住在民宿待下来 早上蛮热的 太阳晒的真的不好玩 但是当太阳走过中线 下面下 夕阳夕下的时候 在这边就靠着海 到海边走一走 那边有个石梯坪 非常非常的美 全台湾有这么小小的一个港 也是很难得 它可以 然后这个山里有没有看到 非常完整 完全没有开发 全部绿的 到那边好像市外桃源一样 最常见的就这五种 各位考试考过来记得吧 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讲了 然后第一个 用身体写日记 在身上很多的伤疤 圈圈叉叉 都有的是谁啊 瑞士海豚 最常见 它很优雅 一出现不会很大 全动作很慢 要欣赏它 要拍照最容易就是瑞士海豚 接下来飞旋海豚 它一出来 跳 这样会飞旋 可以旋个狮子 好多下六七下 没问题 嘴巴特别长 前面是黑的 身上好像张大千的画 用墨画画三层 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海洋大标客 当时我们年轻人形容就是热带班海豚 它出来的时候也还是蛮会跳 但它平常旋一圈而已 半斤只往前冲 海豚大标客 白口红 身上这个背琴掉下来 有一个披肩 披肩 英文是cape C-A-P-E 这样掉下来 那你靠近看年纪大就有很多点点 年纪轻的时候点点不明显 接下来神偷 什么意思啊 它的过眼有个黑带 你看过眼有黑黑的 有没有 这个黑带有深有浅 目前我个人猜 年纪大的雄性 成熟的才比较黑 小的或母的应该是没有那么明显 很可惜目前研究还不多 等待各位 谁有兴趣可以去研究 台湾很难得 有服饰海豚 要去成功台东这个地方 瓶瓶海豚 最聪明的勇士 大家都知道了 嘴巴稍微触触摸起来像酒瓶 或者像这个酒瓶啊 或者是一般的什么汽水瓶一样 好 这个常见的就不多讲 好 有的时候运气好有东部大型的就是三种 抹香精最常见 每年都一定会来看你的运气 一来的一次两三次 那么虎精跟大赤精就少见 今年的二月 大赤精在蓝宇出现了三天 哇 看得我心痒痒 第一天我想大概一下子不见了 等到晚上还在 哇 我就找了几个朋友 冲啊冲啊 坐飞机到台东 台东又坐飞机到蓝宇 蓝宇赶快找船 弄了半天去追 只有到傍晚 拍到了他的一点点的 暗暗的影子 尾巴举起来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台湾的 这些乡下的人都有感觉 就像就像我们外国的这影片一样 这么难得的动物到了那个地方 假如有人就动个船就出去 把他录下来该有多好 当然表示我们在推广上面 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那虎精也是在台湾 东海岸平均到一年一次会出现 我以前以为只有东海岸 结果有几次也在琉球岛 小琉球 小琉球附近也出现了 所以很惊讶 这虎精很能干 什么都会抓 什么都会吃 那你拍他的时候 这背琴一直拍一直拍 还有他背琴后面这个鞍斑 叫saddle 好像骑马 那个马鞍一样saddle 你也拍 还有眼睛 这附近这一块白白的形状 都不一样 用心的人细心的人 仔细比对 你就可以比出来 他叫什么名字 曾经十几年前 我请了一个外国专家来 就把我们台湾20年收集的一些资料 大概有20群 跟刚刚影片上看的 在西雅图或跟库本那个地方 去比对 结果没有一只一样 所以人家发现想说 我们台湾的搞不好就是另外一个那种木线 还像迷一样的 迷一样的第三种叫offshore的这个 killer whale群 这是当时我们调查用的这个船 鱼船每个人包着这样 这1996年 大家要不要数一数 这有几只 这一只很挺的 应该是拔拔 这一只是公的 胆子最大靠近我们 就在我们旁边拍尾巴 甩尾巴待了很久 他们那时候我们还用相机胶卷 每个人实际卷全部杀光了 有几只 一只 两只 三只 水里面有一只 两只 三只 这边还有四只 看到没有 七只 这边也是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后面我看这边有 这边有一只 这边有一只 我看到六只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抹香精 身上有一些皱纹 皱纹 然后看的棺材头一样也是 这一只是 兰宇在2000年的时候 在兰宇岛拍的 这一只大赤金 手这个 刺非常长 那这张是外国人拍的 也就是看到大赤金 真的是很感动 那你看到大赤金 重点要拍尾棋 有朋友那个寄照片给我 我赶快去跟他们联络 拜托拜托 赶快拍尾棋 所以等我的朋友赶过去 已经天黑了 有拍到尾棋 全部都黑的 那如果你拍到光线好 这每一只尾棋的负面不一样 就像我们的指纹一样 你就会认出它的名字 在比对 国际上比对 可以叫做sword 再叫dashdot 每一个人都有命名 他的这个方式 所以各位有兴趣 就可以上一个 后来大家形成一个 网路上的一个组织 然后这有差不多有400位参加者 这是几年前我找的 400现在应该更多了 然后大概有50个单位 来的一大堆人 这些都他们的人名 大家把照片 你在什么时间地点 然后这个照到的 还有它的名字 以后就可以画出这个太平洋 北半球 你看这是不是 真的是国际合作 这个同一个颜色 就同一群的那个大纸巾 它的回游路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叫 这个叫做 这个feeding ground 这觅食区 夏天到这个地方 冬天到热带呢 叫做breeding ground 就是繁殖区 总共分成了几种颜色 一种 两种 三种 四种 五种 六种 就少分成六大群 那中间有的时候到 到同一个地方 比如这边呢 有一只 它有时候游过来 就跟它好像 好像你这个 这个汉人呢 到匈奴去取翻 对不对 到这边交配 也可能有交配 所以就可以研究 他们的这族群 非常的不容易 好 各位去赏金 就看到金屯若出来 它有一些display 就是它展示行为 它有些行为呢 当然目前要说 它知道它什么意思 还不太容易喔 总之它会用 有些名字叫做 从背上面打水啊 跳出来啊 spin啊 转啊 这个叫做 spy hop spy hop就是 头这样抬到水面上 眼睛这样 好像四处看 叫做浮归 翻成 漂浮的浮 偷窥的窥 好像浮出来 偷偷看一看 OK 那tail slab 就是围棋这样拍 OK 好 那么有时候 在船上再回头看 浮尔摩沙 看看我们台湾 真的是蛮美的 所以大家要努力 保护我们的台湾 不要让对方 最近呢 我很危险 有人说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是台湾 我们看过这个报道 经济悬杂 是最近讲的 我没仔细看内容 是不是这边大战即将开达 不晓得 那么前两天 好像也有这个G7正在开会 没有名讲 也是意思的说 要保持这个地方的和平 好 那个依然的龟山岛 各位去看看 欣赏一下龟山岛 人家说这是活的 因为它的尾巴会动 其实它动就是因为 不同的潮汐 因为台风过后 那个堆石会有改变 所以它的尾巴的位置 会有一些变 那么日出日落都非常的美 这个宜兰赏金最棒的 就是它这个龟山岛 日出日落 还有它的很多的 海底的热泉跟喷泉 让它的海的蓝片 好像是最美丽的 蓝色的调色盘 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但是它的金屯 就比较少 比较单纯 主要都是飞旋海 百分之七八成 都是飞旋海豚 那有的时候 你在东海 像成功渔港那个地方 是10梯出去 有时候看到飞鱼 看到燕鸥 或一些鸟 或者轰这种 软骨鱼类 身体这样扁扁的 像轰 像蝙蝠一样 在水里面游 那各位有兴趣 还可以看看定制网 围城定制网以后 骨鱼上来的时候 真的是很兴奋 所以说这边可以发展一些海洋 文化跟生态的之旅 可以去欣赏一下 那么最棒的就是标鱼业 各位如果不怕晕船的话 你可以跟着去 这个每次到冬季呢 当这东北季风开始的时候 他们这个石梯跟成功 这边的船前面有个很长的平台 翘起来 那上面这个船员呢 站在这个上面 手里拿着这么长的鱼叉 这鱼叉呢 起码十公斤呢 你就站在那边 脚呢 前端两个就好像两个这样 一绳麻绳这样套着 就脚踩在那边 踩在那边 手拿这个 后面呢 这个人呢 是指挥的 他的这个有个靠子 靠板靠在上面 然后呢 他有那个绳子可以拉铃铛 那个铃铛呢 就会连到这个中间 有个台子 有个船长在开船 拉左边 或一身就是往右转 两身往左转 类似这样 那么船就 船长就开右转左转 当然他就是帮他看 这个前面的棋鱼在前面 他棋鱼是往前走 往后走这样 追到之后 看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要举起这个标枪 这样去插 各位啊 如果这个船不动在陆地上 各位很多男生也没问题 对不对 这个在海上 你的两个脚就这样插在那里 然后这个浪呢 冬天的浪至少七级 意思是说七层楼一下 水这样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这样懂吗 所以我就说 哇这个事情真的女生 我从来没认输过 这件事我想我们女生大概输了 很难认有人做 尽力跟平衡 你要平衡的好 不然你就掉下去了 所以危险度也相当高 所以呢 后来是就算这个标齐鱼 标的鱼 齐鱼回来 我都不敢讲贵 每一片多少钱都没问题没问题 钱就赶快掏标包对不对 要给他支持一下 然后那个叫阿美族 各位大概知道 你看这位帅哥 当时时期 最鼎盛的时候呢 这叫喜富 他就在那边解说员 没有海豚看的时候 拿起吉他就唱歌 坐在那边吹海风 真的是很美 美得后来我的学生就爱上他 他就嫁给他了 我讲真的 做研究做的话就嫁给他了 哎 然后这边还有他们的舞蹈 好 那么 我今天呢 特别找了一下 发现到很伤心的一件事 这个网站居然被关掉了 那么当然各位 如果打GoGo賞金 在Facebook 我们过去还是有一点点资料了 过去我们花了很多精神 我当理事长 我创了这个以后 也维持了十几年 大概两三年前 因为现在海宝署在管 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所以这整个的内容 是我们金屯协会制作的 就是有介绍各位要去赏金 想要知道的讯息都有 好 那介绍台湾的赏金 主要港口的四个 北边 物事港 所以各位要去物事港 最方便最快 好 但是这个地方 主要归身到很美 但是它的金屯丰富度呢 就是多样性没有那么高 大部分看到都是飞旋海豚 那如果各位去花莲港 这边非常热闹 船非常的多 那有一个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 也跟多罗满这个船合作 也做的解说做的相当的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两个就是最红了 很多人去 接下来要从花莲港 再到实机坐车 要坐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至少 到成功更远 你从台东上去 也要坐一个小时上来 所以这两个很偏远的地方呢 果然呢 他们的声音就不是那么好了 好 这是讲台湾赏金业的发展 发展我们看一下 最上面呢 就是船的树木 第二条线呢 是业者的树木 最低的是说有几个据点 那么就在当初 1997年开始的时候 大家一看了赚钱 所以各个赏金业 这样雨后春水一样 一直膨胀发展发展 然后开始有些被淘汰 慢慢慢慢收敛 所以就现在大约 就在也是差不多五六年前 我们的统计呢 就是大概是有24艘船 现在就是微微的增加 微微的减少 差不多这样子 OK 然后关于人数呢 你可以看到 就在2000年左右 我们台湾呢 台湾得了一个第一 那时候成长最快 你看这个邪律往上冲 所以曾经名列全世界呢 赏金增加最快的国家之一 只是我不会做秀 也没人知道 上来之后又成长了 我当时这边就很紧张 哎呀会不会掉下来啊 没有想到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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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又往上冲 大家知道为什么往上冲吗 在2012-2013年的时候 因为大陆课进来 刚开始大陆课 我就纳闷 前几年怎么搞的都没有往上冲啊 原来刚开始都是团进团出 等到自由课多了以后呢 这就往上冲 所以从这边原来是可以到 二十几万人赏金 到后来将近四十万 各位同学 你能想象吗 我当一个老师每次开课 你们都一百个人一百个人 我交了十年才多少人 一千人 二十年两千人 这赏金游客有多少 一年就有二十几万 那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引导 去教育的话 这些人走过以后 啊那无聊啊 吐得要死又不好看啊 我就会心疼的觉得好可惜 这么棒的环境 所以各位同学 以前我都会号召暑假的时候 招志工去帮忙 好 所以呢这是一个 好像一个平台 一个工具 载着人 从陆地上慢慢的走到海里 平常是没有这个机会 然后去欣赏海的一些状况 也许你运气好就看到金屯 所以这时候给你的感受 给你的认知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才花了一辈子好多的时间跟努力 也没什么发表 然后发表也很慢 因为太忙了 目的不是我要赚钱 也有人说周教授最热心了 然后每次都是关注呢 他是花莲哪一家的股东 我都快偷笑 这里就是刚刚在追踪后面呢 就是最后面那几年 你可以看到这分成四个港口 生意最好的当然就是乌石港 是我们台北的后花园 它的赏金的游客呢 你看都是16万起跳 最多的20几万 那么花莲港其次 花莲港呢 就是在这个七八万上下 后来冲的最快 就是大陆客来的时候 花莲嘛 最有名泰鲁阁啊 什么好玩的都在花莲 所以花莲就冲得上 那另外两个可怜的 一个就石梯 一个就台东 有没有 埃子都频频趴在那里 但是告诉各位 如果你真的有时间 可以慢活的话 慢游的话呢 台东跟石梯是最美的地方 那这里也是统计它的人数 整个总平均来说 这个绿色的就是乌石港 它的游客呢 占所有全国的百分之六十几 六十几六成多 然后另外三成多的花莲港 剩下呢 台东 花莲跟石梯啦 台东呢 就一直从越来越少 从5%一直降到3% 所以大概七八年前 我又回去当精神协会理事长 就看到这现象 就跑到那里去啊 去帮忙做生态旅游啊 推动这个套装啊 哇 真是很辛苦 那时候船票呢 我们说了 刚开始1500块 大家用抢的 后来开始竞争激烈 就往下掉1000 甚至掉到800 掉到600 现在又因为物价指数上征 所以现在大概都1000元左右 1000元左右 那我们也曾经去调查说游客做问卷调查 你来这一趟花的钱呢 花在什么地方 最后发现到说 总体的观光的 它的花费呢 是一张船票的三到六倍 三到六倍 所以呢 我就用这个方式简单估 大概赏金相关的观光会赚多少钱 因为要让政府重视啊 不是我爱钱啊 要让政府重视 就要说这个行业可以带入多少呢 我们就花了很多力气 算啊算啊算 从民国86年87年这样算 哇 这真的钱越赚越多 这个单位是亿 OK 是亿 所以最多可以赚到 差不多12 13 14亿 怎么样同学 还不错啊 跟我的信息比是很棒啊 可是你后来回头看科学园区 或者看有一些高层的贪污的时候 口袋一桩七亿七亿的时候发现 很难过啊 每次都讲这个笑话 是其实是蛮心疼的 就是说你赚十四亿又怎么样 根本就没有多少钱 然后呢 这个刚刚有没有人记得 说赏金业呢 船大概剩多少啊 业者剩几家 船大概二十四左右 对不对 业者大概多少 十几家 一家有几口 五口人好不好 请问你在你选举的时候 这个票重要吗 不重要 所以这年头呢 受到人家重视 就是你赚不赚钱 你投票你有多少票 我终于懂了 搞得要退休才懂 所以呢 一直没有受到真的重视 那么赏金业呢 在快速的发展的过程中呢 品质良有不起 所以各位去呢 不同家经营方式不同 然后呢 有些地方呢 过多船只 比如说像 这个乌石港 十滴港 不是十滴港 花莲港 有时候船太多 尤其是这个宜兰这个地方 那甚至还会包围鲸豚 比如看这边好多艘 我学人去照 最多是八艘船在那边 围着一群 各位同学 想象你是金屯哦 想象你是金屯哦 这么多艘船围着你 你也感觉什么 有压力吧 然后那个船 每个都有水下 都有声音都会传的 然后呢 这个宜兰呢 也的确是常常 常常这个 发现率变差 变差 所以呢 业者也压力很大 游客来看不到金屯 就抱怨 可是我们台湾的人 都很会做生意 游客呢 就发展出啊 他们那边的 就找了一艘船 跟他签合约 一早天还没亮呢 这个船就出发了 就在那附近找到金屯 一直盯着跟着 一直游 好有客人要出来了 打电话 喂喂喂我要出来了 海豚在哪里 好东京北尾告诉你在哪里 好船就看 看完了 大家又回去了 就算一个人头看多少钱 哇一天这样下来 这家叫做我们侦测船很高兴 有收入 赏金业老板也高兴 那个游客没有骂我 游客当然高兴 哇看到了看到了 虽然有些也不怎么要精彩 有些人解说 小海豚小海豚 谁不高兴 比如想象你是金屯 你是一群海豚 的其中一只 你一早就被这个侦测船盯上了 然后呢 他就跟你跟一整天 然后一下子 一下子船一下来 请问你 你还快乐得起来吗 你是不是很紧张 我们现代人为什么 不运症这么多 台湾现在是出生率 以及低于死亡率了 这两天又有大新闻 我们政府紧张的要命 要怎么鼓励大家生产 什么做人工受孕也要补助 什么都要补助 也就是说 当你有这压力的时候 stress的时候 你的生育率的确低 所以有很多夫妇说生不出来 简单不要去做那个什么 好好的放假 再做第二次蜜月旅行 去玩它一个月 relax就会怀孕了 那这样你就可以想见了 鲸屯的生殖力越下降 可能免疫力也变差 容易生病 死亡率就会增加 所以这个虽然我们没有 显见的数字 愚民这个业者也都喊冤 我们没有对海豚不好 我们也没有重视它 但是这种间接型的 长期型的这种骚扰 其实大家是用常理来判断 可是你不同的角度又不一样 所以也很难做 总之对它的冲击 研究早期我有几个学生 刘文志郭秋燕 就是去观察的行为 看看是不是船靠近的时候 它有些指标 是不是有些实验行为 比如说它的浮挖浅 浮挖浅有没有改变 比如说它船来了会不会 就转向 或者会不会来了船 它就本来一大群 这边很高兴吃东西 船一来就分开 像四散逃逸一样 那我们就希望找出 它的行为指标 行为指标 那这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其中这个是 resource dolphin 就是花王海豚 那我们的研究船是 距离海豚至少500米以上500公尺 然后用望眼镜这样看 那看到这是没有赏金船 no boat不是没有船 没有赏金船靠近 它在水面上浮的沉的浮的沉的 当赏金船靠近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浮的沉的浮的沉的 有没有差异 变快 好这是搬海豚 热带搬海豚 这两个看一下 等一下再看另外一张 这很夸张了对不对 这是谁 浮是海豚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就像人的个性一样 有些种类呢 比较身体大条一点 影响比较不大 有些种类呢 特别的灵感 所以这时候你就说 赏金规范要定制的时候 看你到什么层级 如果真正仔细的时候 不同的种类应该不一样 还有同样的种类 当我带小孩 我可能现在女孩子呢 都很娇娇美丽 很可爱啊 看她多可爱 等到她有小孩要护的时候 变母叶差了对不对 所以你就说 你要根据她当时 有没有生殖啊 带小孩啊 她的行为也会有差异 所以这就是这张说的 总监差异 有正向的 或者是 不是负向 对不起 负面反应 或者比较中性一点点的 甚至于你久了以后 假如你这个船 很尊重的海豚 久了之后海豚很聪明 他都会认得哪一艘船 有时候他心情好 他也过来 主动游过来 在你父亲绕一绕的走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不同种类 不一样 关键距离 根据我们的研究 就是你到了50跟100公尺中间呢 你就必须 你再靠近海豚就 分站了 就下潜了 所以我们就找出 这一个距离 好 所以这个时间不多 有兴趣就自己看看 在这个十几年前 老师就很幸运找了 好多教授 这有这个台中教育大学 海洋大学的 花莲慈禧大学的 还有海洋大学的 东华大学的 花莲宜兰大学的 这些老师呢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我个人是当然负责生态 那有些研究他的经济 是不是生态跟经济 可以连在一起 看他赚多少钱呢 那社会会对社会们影响 还有解说四组 最后一个法治策略 做了三年 这个简单的 我就介绍生态的部分 生态的部分呢 我想知道他有没有冲击 对他有没有冲击 那短期的冲击是还可以做 长期就非常困难 要知道他的生老病死 短期我们看他行为 这个纵轴呢 是说他下潜 假如你看到海豚以后 海豚出现马上下潜 这个行为出现多少次 占的比率 我们来看看 从不同的年代 他以前看到只有一层上下 他会这样下去 可是很明显在2008年 是不是有明显的增加 08、09、11 显而易见 他们的确有受到短期的冲击 在长期的冲击呢 是看其中我们是用距离 就是说 这个海豚出现的位置呢 离陆地上有多远 当做一个间接的指标 就长期上 他是不是觉得 人类干扰太多 他往外移了 也的确在2010年之后呢 距离km公里越来越远 他往外移了 那么在夏威夷呢 他们也有研究spinner 就是飞旋海豚 发现呢 飞旋海豚呢 他白天干嘛 白天是在睡觉 休息在浅湾 这是陆地的浅湾这个地方 到了八晚才开始 呼朋饮半 来喔 我们抓鱼肉 晚上出去打鱼吃 到了清晨又回来 OK 这是他的研究出来了 各位同学 当你去赏金 比如说 我们去宜兰的时候 你白天去那边 人家在休息睡觉 你们在休息睡觉 人家来找你 你的心情怎么样 很差 所以又再加一招 所以这动物你要了解 除了他的个性之外 他白天你要去的时候 他在干嘛 他在睡觉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你就不要靠太近 不要吵他 所以很多的细节 也没有办法一次说完 点了几个给各位参考 那问一个问题 你认为台湾赏金发展会永续吗 如果要做一些很多的生意 做的昙花一现生意 大家能捞着捞 赶快捞完就算了 那当然就无所谓了 可是如果你要永续 而且鲸豚又是我们很重要的 保育类动物 怎么会让他受到冲击呢 所以说就要定义说 他是不是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的精神 就是要维持 两个最大 两个最小 也就是你环境 要让他冲击最小 然后游客的满意 更赚钱要最大 所以什么叫生态旅游 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旅游 到了当地 你要不要破坏当地的环境 要促进当地的这个生计 要让大家都很和谐 才能够永续续的继续走下去 那么吴忠宏教授 有这五个面向 我就不多说 大家自己看 然后有一个图 这个很棒 因为当初有人就说 大众生态旅游是不是要少一点人 对环境 像到国家公园去 你穿着鞋子走路 几百万人走过去 那个路的草都被你踏死了 所以人不可以太多 要少一点 要慢慢的走 鞋子也不快穿 钉鞋破坏那个土质 有没有听过 没有 非常讲究的 然后我记得有一年 2008年 国际生态旅游年 我去观光局开会 大家谈生态旅游 想做生态旅游会有补助 第一个问题问 大众小众要限制多少人 大家吵 不能100人 不能50 不能40 有人建议要十几个人 20人以下 我一听就想 为了我赶快可以走了 因为我们赏金船一船 就要40 50人 不过现在我想通了 人数不是关键 人数不是最关键 是船数在海上 所以我刚刚有给位提到说 在纽西兰的赏金 刚开始用那个小船 有没有 气象艇 一船十个人 然后呢 后来生意越来越好 现在一年有百万人去那边玩 他的船越做越大 他们的政府规定呢 那个港口一天只能出去 16班船 16班 就变你有多少游客 要塞到你这16班 那要赚钱 你就要把船弄大嘛 所以我就蛮感动 我讲这现实也讲了快20年 也没人理我 我要去做官官局长就好了对不对 可是我又不是做官的料 好 那么这个图呢要介绍什么 就是有各式各样旅游 旅游也是一个很专门的学问 各位有兴趣呢 也有很多的课程喔 这个我来看看这个WBT就是Wildlife Based Tourism 就是去看野生动物的旅游这一圈 看野生动物呢 有在海洋的Marine Tourism 海洋啊 你可以去风帆啊 划船啊 摩托车啊 但是你要去看海洋野生动物呢 是在这里 那么这边呢是Wailwatching在这里 赏金是这一块 然后再看EcoWailwatching 是生态旅游的操作型的 在这一块红的 这边是EcoTourism是这一块 也就可以看到 这个观光真的很复杂 各式各样呢 符合很多条件 符合要看野生动物 又符合在海洋 又符合是生态旅游的操作式的 在这一块 所以总之最后结论就是说 赏金你可以是生态旅游行事 也可以不是生态旅游行事 就这一块 所以我就终于想通了 那么回到我们台湾 我刚才有几个赏金港口 四个 有两个生意好 两个生意不好 对不对 那两个生意好 已经这么多游客了 一年都有15、6万 7、8万 那能做生态旅游吗 忙得要命 我也是去花莲港 那游客想排队 数号叫号 1、2、3、4、5、6、7、8 上上上 我在里面我都紧张死了 这样懂了吧 因为生意太好 那港口又很小 他喘全部都在排队 当然我知道业者赚不少钱 他们对我也挺好的 我去了也会请我吃饭 那么花莲的实体港 跟台东的成功港 那边游客这么少 所以我觉得 他们应该要推生态旅游 但生态旅游不简单 首先你要投资成本 要有很深奥的 要有内涵的解说 那游客花那么多钱 他可能要求的服务 各方面都不一样 可是大家去了那边 就是渔船转型 那渔民一辈子就会打鱼 怎么样让他辅导 他转型到高层的生态旅游 这还有一大步 也不知道谁能够辅导 前面也可能还要投资 要帮忙 所以还是很难 最后永续的挑战 老师以前也讲都把生态放前面 因为我是做生态的 后来发现光讲生态不行 经济面还是要活下来 要赚钱 所以后来我把经济摆在前面 所以要做生意呢 第一个 你要让你的这个行业呢 避免消价竞争 这个就很难 生意业者多的地方就会竞争 第二个 你要让游客觉得很有意思 会再来怎么样吸引力 生态就刚刚我讲的 要避免对你的摇钱树 这些金屯的生态不要冲击 不要让他紧张 吓到不会生小孩 死亡率增加 他的冲击是要规范来管理的 好那关于规范呢 我也很努力过 发现到很难 第一个 没有法 没有法源 所以呢 各个地方只有列上 丁公约或者注意事项 请问各位同学 当你到路上去 人家说交通规则注意 注意开红灯 注意看绿灯 会怎么样 没法的话 一定大家都乱来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法 一定要法 地方地方主管 执法效率当然就不张 这些 我讲得开玩笑 这些这几张slide 我用了20年 不用改 都一样 所以说我当时在1998年 给观光局的一份报告 建议要6点 要有执照 合法管制 要行驶规范 要承载量 就像是纽西兰一天是几班 那乘客的行为 这当然有大家有劝说 还有水下噪音 船在那边 都是声音 对鲸屯当然是有压力的 可是到现在为止 研究也没有 不要说其他的谈的了 所以说 如何进进金屯 重点就是一件事 比喻男生 男同学们 你要追一个美丽的小姐的时候 你很喜欢她 你就天天跟着她屁股这样跟得很近 各位同学你认为你会追得上吗 绝对追不上 所以第一个重点要尊重 不要靠太近 所以说看到金屿在这边 开船要跟她平行 或者侧后方接近 距离呢 要保持一个距离到后面脚 不可以紧追在后 也不可能包围这个金屯 或从中间冲过去 OK 这个是黑曹文教基金会 这两年前海保署赞助做的 就是她有一个友善的距离 譬如说 至少要距离一个50公尺以上 距离50公尺不能再靠近了 OK 那我以前跟颜言说 靠近300公尺的时候 你就要减速变 减速 叫减速 然后呢 如果你看到母子的时候 就要300公尺以上 距离更多 如果你同时有三艘船 要在同一边等待 等到另外一艘看完了 才能走 所以她就取出三艘 做一个界限 最后再复习一下 永续的观点 永续 她的关键里有四件事 前面两件是跟 做生意跟经济收入有关 后面两件是跟生态 跟游客的满意度有关 这些呢 同学们就自己看 你们都很聪明 回去也可以想 怎么样行销 让她生意强强棍 赚大钱 社区经济赚了钱以后 那个当地的社区呢 因为游客来很多 制造了垃圾 制造了污染 怎么样分享 告诉各位 凯库拉那边只有一家公司 是属于有点像他们毛利族的 他们那边赚的钱呢 那个村庄所有的小孩子的午餐 全部免费 学费也都免费 我当时看了就好感动 就希望台湾我们也能够 有这样子的机制 可是到现在没有办法 还是变成私人产业 那这么多的赏金船里面 渔民当老板的也不到一半 这又是另外一个让我也很遗憾的 其实应该是要帮助渔民 希望他赚的钱能够能够回馈到一些 有一些回馈到地区的社区的经济 甚至于有一些能回馈到做研究 我每次出去讲外观都说 你应该叫那些赏金业者捐钱来做研究啊 蛮难的 蛮难的 就生态要重视解说要做好 那么中华金人协会也很努力 我当理事长的时候开始推 后面理事长也一直帮忙 推要推这个赏金标章 那么推了20年到后来还是 这个业者觉得拿这个标章很努力 可是没有赚钱 不会因为你有标章 生意变得更好赚更多钱 那么那业者本身有一些人就 这个要做标章挺麻烦的 政府也没有太重视 全部做了这个1997年到2015 只有一个人给我鼓励 陈永松教授去澳洲开位 说我们台湾推这个 哇全场大家给他鼓掌 说台湾做这个做得很好 可是都没有人知道 那现在呢也没有补助 所以金人协会就暂时冷冻 这个我们有注册的标章 暂时先冰冻 这样子 OK策略联盟 找他们谈也是开了很多会 希望这一页大家联盟 可能真的需要一些比较做观光的这个学者 或者是有心的人士来进来 老师是做生态的 这个要怎么样来行销 怎么样来赚大钱 实在是还是要学习 那我们赏金标章的评鉴呢 就给大家参考 也不用背了 我们很注重服务好不好 占10% 环境教育 最重要是环境教育 对金屯的冲击这两个 你的解说教育 有没有做到位 对它的冲击 你怎么开船 这些方向也要评分 然后最后永续行动 就你赚的钱是不是有回馈到地方 有没有回馈到保育的行动 这也是我们的主要考量的一些重点 那么当时有几家这列出来 这都是2011年的事情 最后要提入一个李山跟米亚 有没有听过 这是什么日文 Yama Yama什么 一下忘了 Sato Umi Sato就是李 就是村庄的意思 Umi是海 Sato Yama Yama是山 也就是在2011年 在日本的他们开会 就提出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一直讲保育 是走不下去的 所以怎么样把保育 这个环境很好 跟当地的村民的经济 村庄社会要结合起来 所以说很多人 就在推这个李山倡议 弄得下下脚 后来呢 我们把他山改成海 这个邵广昭教授呢 也提出来就说 我们使得 这跟海有关 希望能够提高他的生物多样性 然后提高他的生产力 还有提高 住在这附近的 渔村人类的经济 所以变三生就是要社会 生态生产 就是生产生活 还有生态 生产就经济了 生活就这个社会 这个社区 生态就是这个自然环境 能够大家一起来共存共荣 这就是未来最大理想 那曾经2013年 老师也亲自就说了 我回国去成功 花蓮成功 就分析了当地的自然的景观 真的很美 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些 那么他的海洋生态呢 有抓鱼的啦 也有小丑鱼馆啦 海洋馆 贝壳馆 鲨鱼馆都有 那海洋的产业呢 有鲑鱼也当然知道了 那还有加工的 还有柴鱼业啦 还有渔船的修复场 然后更惊讶的是 各位同学 你没有想到 我们叫后山那个地方呢 他在早年的时候 是非常文明的 曾经有日据时代 在那边很繁华过 有一些遗址 这建筑当时有些商号 当时的鱼迷 日本人在那边 教那鱼迷怎么补鳍鱼 那个标鳍鱼也是日本人教的 然后那鱼抓到 就直接送到日本去 那最高级的鱼 都送到日本去 除了日本那个时候呢 还有原住民文化 当然还有史前文化 像三仙台等等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所以在这边时间很短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查查看 这就是八仙洞长命文化 不小心按错了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然后OK 最后离海结束就是这张图 很可爱的卡通 有人垂钓 这边有一些海豚 有鱼 有一些人工的养殖 养殖的蛤蜊 那大家这边戏水 这边玩 就是把人跟观光 跟大自然结合 所以最后我们的发展的建议 这也是 这实在不用改 可以用很多年 用十年都没问题 最后讲那么多 我只希望我们台湾 曾经是以掠夺海洋 我们的渔越是发达的 在全世界排名前三名的 你们能想象吗 我们的维往渔越 在这个全世界呢 是前三名的 出去开会 我们是大国 但是我们在掠夺的过程中 能不能跟海洋 和谐的共享 比如这张slide 是我的学生游文字拍的 这是一支刮头巾 没有训练过的哦 你看刮头巾 它抬头 面向着这个船 这是一个补其余的船 前面放了一支标枪 标枪放下来以后 人类用了照相机 在英文都是shoot 你是要用标枪 过去用标枪shoot 现在用camera shoot 你不觉得很棒吗 这张我超喜欢的 所以非常感谢 游文字当时 这个给我分享的这一张 所以希望未来人类 因为赏金 这个经济活动有钱赚 可是会带领我们人们 到了海洋 然后认识海洋 然后跟金屯的关系呢 是有巨大的转变 最后啊 谢谢其实上面 有些资料 有些过程呢 都是有很多单位 过去的补助 还有很多的志工 还有很多的助理啊 船长能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